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我总结一下10条成长贴士给年轻的女孩们 接下来我也会出一条就专门给年轻男孩子的 其实我的很多视频男孩子一样是有参考价值 毕竟成长呀独立政革的塑造 想要获得幸福的心呢是不分性别的 第一条呢就是明白不会有任何人来拯救你 我们的文化呢从来没有鼓励过就是女性精神独立 从小到大呢都是被当作这个家庭的附属品培养大的 大人们的口头禅呢就是女孩子学这个干什么做 做那个干什么找个好老公好男人就可以了 养家是男人的事情 小时候看白雪公主长大后呢就是各种霸道总裁爱上我 都在家具很多女孩活在白马王子来拯救自己的幻想里不可自拔 加上女性的一生当中的年轻的时候呢是性别红利最大的时候 一切就好像来的挺容易的 所以大多女孩子呢也没有忧患意识 也就更加没有这个锻炼生存能力的意识了 就当下大部分女性的生存能力是什么时候培养出来的 是在糟糕的婚姻里面 培养出来的都是在吃婚姻的苦成长的 所以你看现在多少就是单亲母亲一个人带着孩子拼命的参加劳动 这个为了生活拼命的劲头如果放在结婚之前的话她的人生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 所以年轻的姑娘们踏踏实实的去锻炼自己的生存能力 去为了自己的人生去奋斗去打地基 年轻和美貌呢是易事的 美貌换来的东西呢也不会长久的 因为带给你真正安全感的永远是大脑里的知识 你手上的技能 你生活里的勇气 婚姻和男人是不会拯救你的 这个世上也不会有任何人可以拯救你 除了你自己 就不要等到就被生活鞭打后呢才缓然大悟好吗 第二个就远离父母去独立发展这一步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难完成的一步 因为这一步改变是最大的改变就意味着痛苦 你如果这辈子就是做不到呢精神上脱离父母精神上断乱你就永远无法 真正的完成成长成为一个就是拥有独立人格的成年人 你后续人生里的各种痛苦呢都是你不健全人格下延伸出来的产物 因为套着那个成年人去核的巨婴呢是没有办法 活在这个成年人的世界里 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呢如果能脱离就是父母去独立成长去脱离他们的精神控制 那么他这一生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事做不到的 第三呢就给自己成长的时间和空间我们成长的过程呢就跟一粒种子啥到土里一样的 在你见到这个阳光 一分蓝天白云之前呢你又很长一段时间是待在黑暗里的 如果你父母的培育方式不对跟你就是乱施肥打错农药什么的那么你在这个 待着这个看你的日子呢还要长一点 我们当下的很多年轻人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在黑暗迷茫中非常焦虑整天脑子里想的要么就是左边的韭菜长多快了右边的洋葱长多高了 消耗在各种无韵的情绪里面日复一日就是不知道这时候你应该要做的事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根系砸下去 去充分的吸收土里的营养去为了这个突破黑暗见到蓝天白云去做充分的准备 二四呢就是爱情的只是人生中的一个苹果我在跟年轻女孩的恋爱贴士这个视频就说过 人生如果是一个果盘的话苹果只是其中的一个 很多女孩子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培养出兴趣爱好工作也不理想经济也不独立 还没有自己生活的时候呢在自己的人生的果盘还空空如也的阶段 把自己所有的精力时间呢就花在跟各种苹果周旋上面一个果盘里没有其他东西的女孩的一谈恋爱呢就会本能的抱着苹果不放 所以如果一个男人离开你不爱你绝大部分原因呢 还是因为你自己不够爱你自己因为你没有自己的生活你除了苹果外就是一五所有你站着苹果不放的手这个姿态呢是卑微的是不自信的 是没有个人魅力的 二五呢就是恋爱中不要借钱给异性要明白一个真正喜欢你对你有感觉的男性的他是非常在乎在你面前的形象的 是不会想让你看到自己窘迫的一面的除非那些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钱的人才不会有这样的思想负担 所以任何时候你再感觉对方在占你便宜让你感觉到不是不要怀疑自己就是的好吗 六呢去结交同性的好朋友这个社会呢一直在妖魔化女性之间的友谊昨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说 分成女子朋友多评论上面一堆女性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都在说自己没什么朋友直接带在家里等等你看 这个男性想要POA就是这么容易就女性的一定要自己的同性好友就那些限制你的人际交往妖魔化你的朋友隔离你和外界接触的人都是在对你实施精神控制 因为朋友的就意味着情感支撑一味着信息的流通你越被孤立了就越容易被左右被控制 所以女人的永远都要有自己的同性朋友要有自己的正常的社交圈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远离一切试图控制你的人这就是POA 现在就是主动避孕去放一个套子在自己的皮夹里主动承担起避孕保护自己的责任 女性的生理构造注定女性在新行为中是承担高风险的那一方 除了怀孕纳入式的生理构造也更容易受到感染和病毒的清洗 请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越是认知低下缺乏责任心的这个男性就越不愿意主动承担这个避孕责任 所以这一块也是你辨别一个男性是否值得交往最好的试经时 8就学个耐以生存的手艺 如果你学历不高或者职业上在996中很辛苦 去打破那种我读了大学就应该做办公室 工作只有996的固化思维 以后我们会跟发达国家劫轨就是人工越来越贵男人呢也会越来受到珍重 传统思维下男性云断的行业呢你都可以去做的 比如厨师啊理发师你如果做的好你反而会更加突出 就皮特的理发师呢就是一个女孩子300块捡一次就排队都排不上 第九个就是旅行如果你困在生活中呢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我的建议是做三件事情 健身读书和旅行 这也是为什么就很多西方年轻人呢会选择就间隔年 就是休学一年去看世界因为你的生活质量 永远是跟你的认知成正比的这个认知呢 一是读书二个就是行千里路 感谢大家耐心观看那我们今天到这里 别忘记转发给你身边需要的女性朋友 那我们终于有直播啊别忘记 拜拜